歡迎收看今集二居溫哥華 溫哥華地產經紀Joey 我是Maggie 今天JM來到一個我們從來沒有來過拍的地方 因為很少有project在這裏 這裏是Latner的 叫做West Hampton by Hampton Grove 這裏是Polygon的大型project 因為這裏是最後一期的區域 其實2017年開始 已經開賣了 建了Apartment及Townhouse圍著哥爾夫球 反應很熱烈 全部都搬進去 想當年是排隊去買 這次開賣最後一期是Marina最近水的一個區域 總共有125個單位 今次有幾個很漂亮的示範單位 我們進去看看 好 Latner都是屬於Delta市 剛剛JM也提及 如果在Richmond出發 去Towarsen的話 一定會經過Latner 其實Latner都是一個 去很多地方的必經之地 因為它是沿著Highway上 所以你說去Towarsen 去Suri 或者去Langli 有時候都會往這個方向去走 Latner是一個比較安靜 一個很小的城市 但是也有很多人 為了它這邊的校區 而不住在Latner 因為它有些私校的選擇 看到有Delta Christian School 甚至乎有些人進去Towarsen 進去那間很出名的私校 都會選擇去住Latner 因為覺得不需要住到Towarsen這麼進去 而且它裡面的City 也有很多餐廳 吃飯 都很方便 不會很多人會想 什麼都沒有 其實它也有很多餐廳 它很自成一角 對 很自成一角 一個很小的Pocket 的City 讓大家看看整個Master Plan 今次這個項目 West Hampton 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開賣的Townhouse 你看到這裡就是Apartment 和這些Townhouse 就是之前2017年開始已經進了火 這裡就有一個Clubhouse 是大家一起去Share用的 而且它說Future 還有一些Commercial Village 可能會有咖啡店 或者有食肆 餐廳 或者有食肆 在這個位置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這裡就是一個Marine Clubhouse 有些單位是很近水邊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大一點的Site Plan 今次Polygon會推出四個Fort Plan 主要是ABC 和D 就是三房和四房 所有的三房的Townhouse 全部都是兩層的 而四房就是三層的 今次我們看到 他們一月就會開賣中間的Townhouse 但今次比較特別就是 所有的Townhouse 全部都是Side by Side Parking 沒有Tandem的 很不方便 Side by Side Parking 我們現在可以馬上去看看 今次很簡單有兩個色系 第一個就是C 深色系列 還有一個Sand 淺色系列 但是所有單位已經pre-select了顏色 所以如果這個顏色是比較重要的話 要看一下哪一個單位是否適合你深水的色系 我們現在示範的單位就是B的Fort Plan 有三房兩個半次和1680呎 分別就是因為它是一個corner位 一天到來這個廳是超級闊 它有一個family room在這邊 然後有一個dining area在右手邊 好像整間屋一樣 它跟四房很不一樣 因為四房中間一上去就是一個dining room 而左手邊就分開了一個廚房 和右手邊就是一個family area Fort Plan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要很個人看一下他們喜歡兩房還是三房 因為如果你真的需要多一間房 那Polygon這樣去鑑四房其實也對 雖然你上去好像沒有這個那麼開揚 但是它樓下的房間就可以試正 因為有洗手間 對 非常試正 好過你放四間房在二樓 房間就會很小 這裡有一個超特大的countertop 可以給你做dining table 那邊就可以不用擺dining table 對 我覺得很棒 因為等於有兩個飯廳 但也很實用 因為它這個廚房其實也不小 這個island 雖然很大 但其實這邊也有做些櫃 Polygon 出名的是什麼 多櫃 超濕多櫃 這個microwave是不包的 還有洗衣乾衣機 是的 所以要買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建議跟developer買的 因為你的warranty可以跟著發展商 這個位置我最喜歡 我們來放豉油 Pantry 拉開 這個位置我最喜歡 很方便 要偷偷才有 家庭有這麼多地方買 對 看看還有什麼牌子 還有double door Fresh door Fresh door Fresh door 我覺得牌子都是差不多 用kitchen aid 爐頭呢 今次用gas 就不是電的 全部都是kitchen aid Oven也是kitchen aid 這個樓底就9呎 Maggie我看到有冷氣的 終於 終於有冷氣了 今次他們 第二給錢 但是呢 要給錢的 但是有得加好過沒有得加 可以upgrade的 我一定加的 因為之後加好麻煩 這裡還有一個很大的storage 讓你放一下雜物 很新的 刺紙 那些 這裡就是有個客廁的 廁所 旁邊就是個廁所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大部分都會在廁所出入 所以當是這個第二個門口 你看到呢 這個廁所的地板已經做了epoxy 這個就不包了 如果你買這個tows的話 它只是一般的石屎地面而已 其實看到這個廁所是 是非常寬落 還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給你 像他這樣 做一個櫃 給你擺一些運動的器材 那這個位置呢 就是個熱水爐 今次就用到hot water tank了 這些hot water tank 大概十多年就要換一個 還有這邊呢 比較少見 就是也多一個門口 很少garage 會見到有多一個門口用 所以如果是 譬如小朋友放學 他們沒有帶garage remote 可以在這裡回家也沒有問題 樓梯也算挺闊的 對 樓梯和上面全部都是地毯 沒有upgrade option 對 今次這個floor panel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看到我們通常 它上到來有什麼 就是很窄的 有一個冷空 它這個呢 打關斗 對 可以打關斗 做了一個好像flag space 這個是disclaying 對 這個space 我會跟著它這樣擺 就是一個很開揚的書房 不用困在房間裡 不過我真的很怕走樓梯 所以我真的prefer 一個兩層的 因為如果人多 而且又不想浪費這麼多位 我覺得兩層是一樓的 還有他們說另外那個A plan 就是同樣是三房的另一個Fall plan 這個位置更大 還有一個衣� 我覺得夠了 這個已經很大 那個是大到可以間一間房 對 簡單麻雀房 不可以亂風場 不過比喻是一間房 對 一間房這麼大 看左邊這個主人房 嘩 很大 這個應該有10呎樓底 這個是一個corner位 所以多了那隻窗 多了兩尺窗 我喜歡它很開揚 而且它高樓是平頂 有很多會是尖頂 這個真的很舒服 它很像一間房子 還有環境真的很優靜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感覺 那個area 因為真的靜到什麼聲音都沒有 治安也比較好 洗手間都非常大 很大 有一個standing shower 還有一個baptop 還有地下全部用磚 如果有new floor heating 就很可惜沒有 還有一個double sink 應該要有的配件都有 對出就是這個主人房的walk-in closet 夠大都ok 很大 但當然它這些架是不包的 給你一個idea 你可以這樣去掛衣服 但其實這個空間真的幾大 是一個 夠一個人用 可以放一個單人床 真的很喜歡Polga Town home的間隔 我覺得很user-friendly 而且它真的很像一間房子 很適合family 就是它會想很多事情都很尊重 很難抗拒 看完它的floor plan 是很難抗拒 它說no 不喜歡它 對 很人性化 因為住得他空 都是小朋友 衣服又多 你洗衣服 剛才也說這個不包的 對 經常都會想怎樣掛衣服 你知道stratna 不能把衣服掛在門口 這裏又做了一個位置 讓你可以洗衣服 洗衣服 然後掛衣服 在這裡 有很多東西給你擺 毛巾 洗衣乾衣液 全部都可以放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空間非常好 這個也是optional upgrade 我都會叫它做完 要做完 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你自己都會做的 不如叫發展商做完 我覺得Town house一定有這麼大的尺數 才可以做這些類型這麼大的laundry room 看看洗手間 這兩間房間是share的洗手間 現在因為Display room 所以它沒有門 鋪磚磚 還有地下都是磚磚 一樣有很多鬼筒 我覺得size都是reasonable 夠大的 這個floor panel 洗手間對出 就是兩間房間size by size 我們剛剛都看到 其實兩間房間size都很平均 這個你見到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queen size bag 但它絕對可以放得下 因為它這裡已經 做了兩個床頭櫃 它的closet這裡 其實這個space 我也覺得是reasonable 就是它做了這個架 這個就會包 但我自己可能會拆了它 再製作一些櫃桶 這個size 我覺得非常之夠用 看看旁邊那間 這間房的樓底都是8呎 因為主人房有10呎 如果corner位 就多了這隻窗 剛才那間房 就沒有多這隻窗 只有這部分的窗 這個是一個double bed 但是如果你放一張cream 或者king都放得下 而且一樣是有french door的衣櫃 我們去看看四房showroom 進來跟兩層的four plant很不一樣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圓關位 你看到樓上擱了這個space 就是family room可以看出來的位置 以及Maggie之前提過 這個下去樓下 一個很短的樓梯 就有一個房 就是我們第四間房 所以雖然它沒有三房那麼開人 但是起碼多這間房可以用 是非常好 那garage就是在這一層那裡進來 回到家後 馬上都有洗手間可以用 還有呢 第四間房就是用這個洗手間 如果有朋友來 去旅行 可以探望你 可以用客房 或者做office 可以用這個洗手間 沒錯 來吧 這個project成交日期最早都是2023年的春天 因為它是spread out兩年去開賣的 和成交日期都不一樣的 看看哪一個單位 如果deposit structure就寫offer那時30萬元 7天後冷靜期過了之後 就去total的10% 之後一直到達成交的 所以就只備10%的deposit 我們現在講一下JM樓盤分析 我們覺得這次project最吸引的地方 當然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有好有不好的 首先它的好的地方就是Latner 當時它這個project開賣的時候 其實是很多Richmond的人搬過來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Richmond的townhouse和Latner的townhouse 價錢的距離都非常之大 如果說差不多同樣的product的話 如果在Richmond 我想at least是140-150萬以上的 現在26年在West Camby一模一樣 跟這個間隔一樣 去到130萬 但之前也有人搶的 所以說這些間隔的product for family真的需求很大 所以我們都會 foresee同樣 Polygon目前來看的 它說很多也是Richmond的居民來看 很多Richmond的人過來這裡 因為如果不塞車 其實很快 我們剛才過日7-8分鐘不塞車 就是一個最接近 最近Richmond 或者比較方便去一些大摩 或者很多餐廳的地方 最近就是Richmond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最吸引的一個點 有不好的地方 當然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在Richmond過來的時候 是要經過這個Marcy Tunnel 大家都聽到一定很塞車 其實政府已經批准了 它將會去擴展它這個Tunnel 所以之後 當然要給多點時間 沒有那麼快的起床 但是政府會去改善這個traffic的問題 但是in the meantime 如果在Latner 會有很多construction 也有機會塞車 但其實住在溫哥華的朋友都知道 一起床那個點 其實在哪裡都會塞車 不是說一定在Latner 其實你去往Bernaby方向 去Downtown 屋橋 Nike橋 其實一去到2點半 3點這個時間 都是實的了 所以只要你是在溫哥華住的話 大家都要去明白這個交通的狀況 是無論你住在哪個市場 其實都是實斜的了 有利當然有弊 我覺得你這個area真的非常之靜 而且它的治安是很好 因為它交通也不是那麼方便 因為它除了巴士之外 它沒有特別sky train的transit 所以就是看看你自己 會覺得你需要有交通方便 還是我要Family住得舒服點 我寧願駕車天天去commute 因為校區也不是很多選擇 在這個小小的社區裏面 這件事就是要取捨 但因為進來showroom 看到這些forplan這麼漂亮 通常客人看到都會覺得 不行了 我真的很喜歡Poward 做一點犧牲 如果讓你選擇 你喜歡過兩層還是三層呢 我一定是兩層的了 因為那個行樓梯 其實這個樓梯 這次設計也不是很斜的 但如果我去選擇 我當然會選擇 越少樓梯越好 而且進去的空間 那三房其實都很舒服 但我覺得需要四房的朋友 這次四房的設計也是非常之好 就是它多一間房你用 但是都是很闊 不會說很細很窄 我覺得Polygon 建造一些townhouse 那個forplan都挺好的 我們拍過很多 Burnaby 之前去年是Coculum的Ballon Tree 那些全部都是非常漂亮 而且一進去就知道這個是Polygon 你會有signature 你認得它的forplan 而且這個project最小也有1600多尺 大那些是1900多尺 可能是整個小屋 而且它的price point也非常吸引 你這樣的product 沒有說它的價錢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如果你說你去Richmond 現在是沒有這些project 沒有這些發展商 第一沒有那麼大的發展商 現在是零的 在Richmond是零選擇 所以變成Polygon的名字 已經吸引了很多人 而且它的price point 也是很reasonable的 它開價是120萬起 就是看你選擇什麼大小 什麼面向 它的價錢是120萬起 其實是非常reasonable的 而且有clubhouse 因為很多townhouse project 都沒有clubhouse 但是Polygon很注重有amenity 所以買樓發展商是一個最重要的 所以雖然它的地理位置 又好又不好 但是我覺得overall 都是一個很吸引的product 這個project一月初就會開賣了 如果想查詢更多資料 記得聯絡我們JM 到來收看今集 而各位溫哥的話 記得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下集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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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